Hello everyone 我今天要開始摺衣服 一定要把褲子分類在這裡 一定要把衣服分類在這裡 但是不用跟我的步驟一樣 你可以把褲子放在這裡 或是把衣服放在這裡 或是你想要擺上面或是下面都行 然後呢搭朋友跟小朋友 一定要看這個影片 這樣子就可以 小朋友就可以學到很多事情 也可以摺衣服也很那個好 開始摺囉 剛剛已經摺好一些些衣服了 把它衣服摺好 它們如果連在一起的話 就疊上面再疊疊疊 如果沒有空位的話 就直接換到別的地方 像這裡 把它亂亂就把它摺好 再摺摺摺摺摺摺 最好的時候一定要 一定要那個 也要休息 這樣 這樣那個太累了 就像我這樣 如果這樣 這樣子的方法也行的話也可以 但是如果你想要抬在旁邊也行 如果沒辦法的話 你看看你就 欸 最好的方法一定是疊的吧 這樣子 這樣子 它就會移到這裡 然後我的褲子 就沒辦法移到這裡 不是嗎 這樣就沒辦法分類了 所以 要把衣服放在這裡 如果不夠位置的話 直接就放在下面就好了 可以隨便讓放 不用 一定要那個 按照我的方式 對上面沒辦法跌的時候 就可以 就可以 折 折到上面可以 把它放 但是 一定要折好 對 因為想到了 對不對 嗯 因為你乖7 years old 嘛 嗯 對不對 這是放上面的 它往 嗯 這個是放上面的 這個是內褲 這個是內褲 我等一下都要 嗯 你是不是一樣要幫我 哈哈 我要幫你是嗎 因為好多對不對 嗯 對 一定要拜好 你知道嗎 你看 你的衣服 你在拿衣服的時候 那衣服的時候 就就就就就就 老人是發燒啦 對不對 好累是不是 要說衣服那麼累齁 對不對 對 只好就好 嗯 你看 這是我姊姊送給我的 嗯 耶 哪一個姊姊 嗯 兩個姊姊 嗯 這裡是 嗯 我不知道 誰的姊姊 啊 怎麼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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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可以幫忙一下 就是 放這樣而已 然後按這樣子 幫邊 這個應該是游泳 對 這個是游泳的 那可以穿到學校啊 不行吧 可以 大家又不知道 嗯 這不好吧 可以啊 我穿過到學校 是嗎 現在我穿過到學校 嗯 我穿到學校的時候 然後湯都灑到我的衣服 然後呢 他都那個 這是那邊的櫃子 是你的夏天 夏天 夏天的衣服 對不對 嗯 都已經折化了 這個是Summer Only Summer 有上次的時候 對 然後你的冬天的衣服 在這邊 然後呢 我上次都沒有幫忙 這邊 在這邊 這裡是的当日的衣服 然後呢 你要看裡面 Winter 这是它的冬天的鱼 里面用磁铁 你看下面 下面有用磁铁 那上面有用磁铁 好 这边是它的冬天 还有呢? 还有这里 这里很酷 这里开始了 哦 拍好了 这是我的房间 有很多不让人开 惊讶的东西 就是让大家都看到 这些楼梯都是可以 拿衣服的 而且这样就不会很累 这个是放开的吗 还有上面的吗 最下面是 还有几个 一 二 多少 全部后面 四个 最下面就是 这是比较大 好 有没有力气 有没有力气 太多了 嗯 好 OK 这下面是 什么 比较大的衣服 那些的 嗯 好 好 弄好咯 好 给它们拜拜 因为你要继续 收衣服咯 拜拜 这是你挤到来 是全部小朋友 我等一下 哦 好 内裤就要放在这里 嗯 还有那个 袜子 就放在这里 如果你想要改变的话 你可以把 袜子放在这里 或是内裤放在这里 嗯 哇 嗯 呱呱 呱呱 好 oh my god everyday shai 什么办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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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